現在唐爸爸正在看診 這位就是那個時候小學二年級 宣教士與60年前的病患相遇 見證上帝在後山的恩典史 1964年 唐維一醫師來到台東成功小鎮免費巡迴醫療 開啟台東修教醫院一甲子的服務 也見證上帝60年來 招聚許多宣教士和醫護天使 一起守護後山百姓 今年95歲的唐爸回到台東 與眾人一同署算上帝對台東的愛 當時有一封信從佛摩斯來的 他說這邊的人住民很可憐 沒有好意料法 所以我的預備剛剛適合台灣 Thank you Jesus 我第一次去台東 只有一條柏油路 從火車站到公路去而已 就是一條 其他的都是石頭路 很多牛搭辫 很多牛車 我剛到了很多小兒麻痹的小孩子 有上個外科醫生我們開這個 有200個孩子排隊開刀 當時東基是一個後送的醫院 舉法那個難開的刀 都送到台東基督教醫院 他院長非常愛病人 在看病人的時候 好像我在家裡面 那種感覺就是很溫馨 宣教士真的是非常的愛台東人 60年那個愛沒有改變 東基30周年時 外籍宣教士陸續退休 考驗台灣本地糾土 起來承擔 繼續與神同工 陳也帶領東基從社區醫院 擴展至東基工藝 包括長照 沐浴車 婦幼等 各樣社區服飾 我快要退休的時候就55床位 老的醫院 老的小杯 我想祷告 主要耶穌 我退休了以後怎麼辦 No answer 我不知道 慢慢地我了解 不是我 是劉仙雄 他就有那個回答 所以我說 Thank You Jesus 我退休了更好 所以我就知道我要來台東了 那時候我是心不甘情不厭 但是我的領受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去那裡可以做事情 我真的有事情可以做 那我就來承擔 我那時候很清楚 說這個醫院要改建 硬體的估算大概8億 加上2億的設備大概10億左右 所以要在那麼短的時間 少到10億 就是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人做到 東基工藝現在是普通集慢性醫療 老人照顧 家庭婦女的照顧 上帝更親自動工 帶領東基連結台北核心醫院 讓台東鄉親可以在地癌症治療 不僅2020年興建完成癌症大樓盼望樓 也感動台北的癌症醫師 每週來台東看診 60年來不變的事 藉著醫療分享上帝的愛 本來以前都要去外縣市治療的病人 留在這邊 他可以留在台東治療 他可以安心在這邊治療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基督教醫院 基督教 在這裡藉著醫療來傳福音 是以傳福音為目標的這樣的一個醫院 所以這是我們的新雜誌 在華山 東基層記者當年巡迴醫療的使命 並且來到山區的衛生室看診 以上地的愛服侍病患 60年如一日 山地巡迴醫療 就是把醫院搬到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居住在比較偏遠的一個居民 他一樣有享有這樣子 同等公平的一個醫療資源跟權利 感謝阿姨 我怎麼都來這裡看 我就感謝這個副事小姐 還有醫生啊 真的是很感謝他們啊 巡迴醫療真的是 對我們這邊很幫助很多 喜歡這個工作 為什麼 因為到偏遠地方工作 會看到這些阿姨 祖叔大哥他們 他一看到我們他們病動就會好 東基走過60年 台東的醫療資源仍是有限 需要更多有使命的醫護同仁 加入後山愛的大家庭 效法宣教師的榜樣 繼續與神同工 以上是科TV新聞中心台東採訪報導